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陆港股市是严重被激起低估还是台北股市反而有高激起的疑虑呢 到底在整个2020年抄底陆股还是追买台北股市的逻辑如何套用在两岸股市身上 首先我们先从资金的外流情况来做一些理解 市场上针对陆港股之所以股票市场表现疲惫 第一个观察要件就是外资的流出速度 我们从图表上来做一些留意 事实上可以观察到张图表是海外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直接投资 基本上在整个2023年撤离的速度是有史以来的最快 如果我们以中国的科技型股票中概股来做一些留意 相对于2021年当时的高点目前的跌幅是高大七成 那我们都很清楚这100块跌到50块跌幅是50% 但是50块涨回100块涨幅是必须要百分之百 那一样从高点如果跌幅是百分之七十 涨回去可是要翻300个percent 所以即便入港股股市最近都已经陆续进入到多头牛市氛围 从低点涨幅已经高达两成 但是基本上距离它的历史高点 涨幅甚至还要280%才能够完全收复 跟台北股市是不一样的迹象 OK 那我们理解的第一个要件 那就是陆港股市的确有非常显著外资正在撤离的迹象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来看台湾股市的市场 难道这几年是因为外资特别去中益去回补台北股市 而去忽略陆港股股市吗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外资的累积买卖超 基本上这几年它针对两岸市场都在进行显著的卖超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具体留意 自从2020年发生以后 当时的股灾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跌到8000点左右的位阶 可是一直到年底 即便开始已经陆续当时的收复失土 涨到13000点14000点 但是呢 外资能难卖超接近5000亿 而2021年 外资即便在台北股市大涨 从15000到18000 还是卖了2000到3000亿左右 2022年卖了1.2兆 那23年和24年虽然有适度回补 不过总的加起来也不超过41000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在外资过去4年的表现 主要是针对台北股市卖了接近有1.2兆 那换句话说这么明显的卖压却造成台北股市的上行 这就说明着基本上两岸股市都受到外资显速的沉压 但是台湾的内资更有钱 我们举例来说贵买更是一样的情况 刚才还看到23年和24年 加权指数外资至少有稍微回补 可是如果我们具体观察 在贵买指数的部分 在21年到24年 几乎都是年年卖超 整体卖超金额 大概都记在500亿到600亿之间 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显著的回补 可是贵买 一样从当时2020年一路涨到现在 创下历史的新高 换句话说 我们针对两岸股市的变化 基本上可以说明的事情是 我们都受到非常显著的外资承压 但是台湾的内资勇敢的加码 那为什么能够勇敢的加码呢 那就来自于台湾在这几年 受惠于半导体带货潮的效果 超额储蓄的激增 所形成显著的买盘 所以如果我们具体留意 即便到现在为止 外资今年的回补金额 也不过就2000亿 而且都是大股票 稍微买一点算 反映国际市场的热钱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今年元月份到4月份 台北股市股票型ETF的资金 流入 在国内投信发行的 美国的ETF 流入了有1409亿 台湾本土的股票型ETF 流入金额是2944亿 其中有1700亿 是我们看到的00940 日本股市的部分 也流入了109亿 其他像是中国市场 台湾发行的 亚太市场 欧洲市场 全球市场 今年1月份到4月份 台湾能购买ETF的资金 是高达了6600亿 这么显著的资金的一个流入方向 基本上就足以彰显到 市场上有非常明显 在针对台北股市的回补意愿 那这样的一个回补迹象 我相信就足以彰显 两岸真正能够分歧的主因 那就是入港股市被外资卖 但是入港股民不接股票 台北股市被外资卖 但是台北股市疯狂的接股票 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 那接股票的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一定要是经济够好 一定要有超额储蓄 才能够来进行投入 超额储蓄就是我们讲的 出口减进口留下来的钱 那我们可以具体观察有趣的迹象 如果我们观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基本上从2023年元月份以来 就是一路的上行格局 我们具体看一下图表 你会发现二季度当时 经济成长率已经回到1.4% 三季度是2.15 四季度是4.93 到今年一季度已经高达6.5%了 也就是说台湾是有显著的 经济成长来做推动的 所以它有超额储蓄的外汇收益 可以拿来进行再投入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中国市场呢 中国市场其实经济表现也不错 去年还有4%多左右的成长 今年甚至我们像是大摩 瑞银花旗 法国 高盛 都认为大概会有5%到4.9% 左右的增长区间 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季度 台湾的经济成长 和中国的经济成长 好像表现都不算太差 那为什么会变成台北股市有内资卖盘 但是入港股市却没有呢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真实数据 你会发现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虽然它有显著的高成长 但它似乎有一点实质 失真的迹象存在 这个失真的现象 可能暗示着中国内部的经济表现 没有来得如此亮丽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把GDP的增长 拿一个标准定义来看 经济好不可能税收会变少 我们以今年台湾一季度的主要税收 来做观察 众所税年增长一成四 第一季税收是高达1264亿 房地合一税年增率高达7成6 第一季税收183亿 银所税增长一成二 第一季税收增长 增长到191亿 营业税1943亿 年增率10% 证交税更多 最近股票市场交易量比较大 年增率高达7成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台湾在今年一季度的总税收 增长幅度是高达一成四 那就代表着 它的经济成长的确有反映到 后续的税收加成 可是问题来了 刚才也聊到 中国的经济成长 去年还有4%左右 今年还有5%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在中央政府最新所公布的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是下滑2.3% 是6兆 中央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 是同比下滑了6.5% 那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那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好 台湾有内资买盘 那它当然也伴随着税收增加 但是中国市场就很特别 它经济成长表现也不错 甚至去年还比台湾好 但问题在于 它的税收减少了 这肯定就是有一些实质数据的试证 所以最后你从出口值来做观察 就可以了解到 真正引领台湾内资 能够协助上升的 第一个 是它的数据一定是真的 台湾现在如果是 今年元月到4月 平均每个月的出口值 大概在369.5亿美元 那2023年当时是330亿 所以今年是赚过于去年 但是还没办法好过于 2022年的406亿 可是问题在于相对于104年到109年 这段时间台湾的每个月的出口值 平均大概就250亿左右 现在大概都是350亿起跳 那换句话说台湾的出口值 几乎都是翻一倍的方式来做前进 那台湾最后它的景气走向 它就会跟美国高度延动 换句话说每三到四年 它就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扩存循环 现在就是台湾的景气复苏周期 为什么是景气复苏 因为它真的好转没多久 去年台湾的出口还是衰退呢 现在才刚刚开始复苏 那按照库存循环的周期 大概会走个两年到三年 所以今年至少是保持相对稳定 甚至有可能在股票市场 提前反映到主身段的位阶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足以去确保在台北股市 已经优先建仓的投资人 必须要好好的待在车上 享受这段获利的上行 那对于陆港股市 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想法呢 第一要对于它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稍微打一点折扣 也许实质上表现没这么亮丽 或者同时指标 持续性的进行比对 来了解总体方向是不是在向上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从基期指标不会骗人 陆港股市是全球重要经济体当中 基期真的是最低的 台北股市目前的本益比 是高达22倍 会不会再扩增 应该还会 而且甚至有可能 由于EPS的快速拉升 导致本益比还会适度的下滑 但它最终反映的是景气的尽头 什么意思呢 警戒信号灯没有到红灯 你当然就永远抱着台北股市 那陆港股市它是不同逻辑 你买它这个时候 也是不期待 它能够有爆发式的经济增长条件 毕竟这几年 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 有太大改变 但是呢 从基期来看 它的本益比只有8倍 好8倍 本益比连台北股市的一半都不到 我们具体看一下指标 如果是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陆港股市 如果NACI中国指数的本益比 回到8倍的条件 按照过往经验 通常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 整体涨幅都是三成到五成起跳 那这个涨幅主要并不是创新高的涨幅 而是位于低基期 但是全球景气好 景气好适度的带动中国出口值 所形成的快速集体的跳升 于是呢 我们的操作逻辑啊 就渐渐变成啊 追买台股 是在对赌景气上行 抄底入股 是因为赌它有一个大幅反弹的迹象 为什么 因为你很难想象 全球需求大好 中国出口大坏 这个东南亚 虽然它有适度的转移订单 但它无法承接 所有中国原本的产能 所以换句话说 基本上如果未来景气真的大好 台湾韩国出口值大好 不太可能 一批货都送不到中国来进行组装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是目前外资开始陆续 针对中国开始有相对高评价的原因 因为市场上已经发现 手上没有股票可以卖了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根据啊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啊 在中国权益部门当中的比例变化 我们从图表上来就有些关注 你会发现 当时在2021年左右啊 整体占比是高达15%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图表 从15%当时的高点之后 就一路的滑落 现在仅仅只占5.2% 就代表着 你可能在全球的资产配置当中 你有100万 你可能只有5.2万 是属于中国资产 那这个比例啊 是历史上的最低 就代表着哦 越陆港股基本上 它现在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做空机制了 这种状态底下就导致了 它只有回补多和回补少的可能性 并没有大举卖压的迹象存在 那当然呢 有些投资人认为 可能时针有系统性风险的存在 那当然那你就买台北股市 美国股市即可 只不过呢 用现在的逻辑来看哦 抄底入股跟追买台股 本身其实并没有显著的矛盾 它本身都是在对赌景气的上群 有没有可能带动 比较低基级的资产 有一些反弹 或者呢 符合景气资产的台北股市啊 能不能具有更进一步的推升空间啊 那简单来讲啊 2024年这种景气复苏年啊 我们早就已经跟投资朋友提过 最大的风险就是抱不住 今年呢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买哪一个最赚而已哦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赚 所以最好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角度哦 来迎接2020年的下半年行情呢 重点还是一样 三个字要抱得住 请有投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集财经浩角 再相见拜拜 本节目所推荐商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吧 然后再来收到财务利益干净 新加速点 每个人都会财务利益 真正正在 所以帮助 从这边